禪宋八年观众朋友 在今天我们来看到的是 新宇航空的董事长张国伟 K董 他跟哥哥们的争产官司 终于赢了 我们今天赫然在判决书上 发现原来他们的父亲张荣发 早就留下了三大关键伏笔 帮助张国伟胜诉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长荣大集团里面 禪宋八年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说 你们亲兄弟名算账 但也算太久了吧 结果现在 你看张国伟将毒货 将近100亿的这样一个遗产 而且你刚刚讲说终于赢了 我跟你讲没有 这个事件还没有完全终止 为什么 张国伟身边有人居然说 如果你现在法院判决完了之后 你后面有拒绝之心 或者故意拖延这些状况 不排除再提告 为什么张国伟在这一次 很下心来 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好我们来看到 为什么还要担心 我不是已经赢了吗 定验了吗 不 今天钱没进口袋都不算数 这样的担心冲着谁来 冲着他的三哥 一样对航空拥有无比狂热梦想的 张国正 为什么张国正让他的小弟 可以懂张国伟这么忌惮呢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现在司法说张国伟你赢 大家一定很好奇 说你赢的关键点在哪里 我跟你讲就在这个遗嘱上面 这个居然是什么你知道 你仔细看这个遗嘱 立遗嘱人叫做张荣发 而且你可以看到 这边是完全是亲笔签名下来 后来才发现到 他在遗嘱里面写了几点下来 真的是帮助了张国伟 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遗嘱上面 是亲自签名在密封 就代表是他一定在 见证人的见证之下 见证人这时候也要出来讲说 对没错 原先密封完了 这个就是当时的原件 第二个他说什么 他亲口说要办遗嘱 第三个还有所谓法院所属的 这个民间公证人道场公证 所以这一张遗嘱里面 所写的这些细项 当然就是什么 当然就会是成为张国伟 胜诉的一个关键 而且你看到这边 本人之存款级 什么股票这些 全部由市指张国伟 来这边单独继承 所以你看到了 张国伟的哥哥们 他们一直在吉利主张说 这个遗嘱无效 为什么 他们要主张说 他们的父亲张荣发 当时的这所谓的遗嘱的背后 他神志还清楚吗 他还可以独立行使 这一份所谓的遗嘱吗 可是三个关键的符笔 清清楚楚告诉你 他张荣发 在神志清楚的情况之下 决议要把他的遗产 通通给他最小的儿子 张国伟 好了 你现在看到 这是国内的部分而已 缠送八年赢了 现在媒体给他算了一下 拨一下算盘 140亿 入贷才算数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兄弟 还有part two 第二回合的争动 那是更杀到剑骨 为什么 几乎是十倍于国内资产 国外的金库 才更是惊人 实际上我们看到 刚刚这个大集团里面 下面不是有很多的公司吗 可是公司有的时候 为了经营的这个部分 当然会有一些产权上面的这个移动 但现在你知道吗 长龙海运的小股东 现在也跳出来委托律师 他说什么 他说从过去的一些 所谓的交易的状况来讲 他说显见长龙海运 跟不具法人代表身份的张国华 来进行交易 这个部分 你今天交易来交易去 到了最后 会不会呢 很多东西是程序违法 所以他要求就是台北地建署 你应该要 要予以这个追溯 好 观众朋友 这件事情 我用一个大白话跟各位报告 意思就是 这一次争夺海外金库的 这个第二回合 所有的剑指 招招是剑指大阿哥张国华 为什么 我就质疑你 张国华对于巴拿马 长龙国际的代表性 彻彻集体 我就要从这个地方去质疑你 为什么 你看到 这个是长龙国际 巴拿马长龙国际 他几乎就是整个盘根错节 长龙集团 这么多子公司 背后最重要的控股公司 谁拿下了巴拿马长龙国际 谁就拿下了长龙的江山 而现在这把钥匙 被大阿哥握在手上了 所以为什么刚刚张国伟那边 会透过有人就讲说 如果你今天后续再怎么样 我一定要采取法律行动 因为你刚看到 像巴拿马上的长龙国际来讲 他本身 你看他经营的项目有多少 整个长龙海运的 整个的大金库 就在他这个地方 你看包含到海运跟货柜厂 还有货运物流 饭店 码头这些 甚至连好多 这个所谓不动产的资产 而且你知道 他的不动产的资产 是遍布海内外 包含到巴拿马 伦敦 纽约 东京 还有呢 这个看德国那边 全部都有所谓 你长龙的 这个所谓不动产的资产 好 人群我就问你 导播我们来看看 这一张图表 写得非常的清楚 今天长龙集团 他们的江山最重要的 大家最熟悉的 长龙航空在这里 我再画另外一个 我只画这两个就好 一个是长龙海运 你看到没有 长龙海运 他在九席的董事当中 他是零席 当然5%不到 可是长龙航空 快要11%的这个持股 八个董事当中 占了两席 换言之 我今天只要拿下了 巴拿马长龙国际 我就拿下了 很多很多的话语权 没错 可是现在 大哥握在手上 怎么办 而且过去这八年 大哥张国华 如何一步一步的 出托长龙国际 巴拿马长龙国际的股份 把这个影响力 慢慢慢慢归零 到时候 四个兄弟要来分 你只能分到空壳 所以对张国伟来讲 他现在也很担心 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办法 完全是掌握到这一些 你看 现在他的整个的持股比例 在这些东西里面 最少他都还有 占到所谓的 董事的这个席次 但问题是 如果你在这个 要移交给我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如果一个一个再慢慢去卖掉 说真的 我即使持有股份 我很有可能在董事席次里面 我也没有占到席次的时候 就像这个状况 我都是零的时候 我有什么一个影响力 而且你看长龙国际持股 现在在长龙海太这边 持股这是多少 一到零%了 那你其他的 如果再一直这样处分下去 很有可能对张国伟来讲 他当然要赶快去追这些地方 包含到这些酒店 饭店业这些东西 对他来讲 我不可能只拿到一个法院 空的一个处分书 我要拿到的是实质的东西 所以弟弟们看得干超级 大哥你怎么在巴拿马 长龙国际一步一步卖 你八年来是怎么样的布局 对 你可以说弟弟们到处分家产 这里满满的钱 都是我换股 把它卖掉的钱 以后我们就分这些钱 弟弟要的不是钱 他们要的是影响力 你看张国伟怎么说 他说你分家必须要公平透明 但是过去一段时间 他跟巴拿马长龙国际 他在交涉的过程当中 财报也不给我看 纯正信函也不收 而且他现在直接怀疑 说巴拿马长龙国际 基本上手下只剩下钱 重要的资产 全部转到长龙海运去了 你看他吧 长龙海运不就是他的吗 也就是这样子移转过去 那你如果再这样 一过去的时候 他就问 他说那你告诉我 今天这些东西怎么分 难道是你老大张国华 你说了就算数吗 好我们等着看 这是海外更大金库的 长龙阿格门的争夺 不过我们回到了 可以懂张国伟 张国伟缠送了八年 这个遗产的官司 他赢了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热带气旋 推着他跟新宇航空 赢空高飞呢 其实张国伟这几年 也非常努力 如果现在在把这个 所谓的遗产的这些部分 然后真的成功 这个遗转到由他继承的话 他的整个的身家 他至少超过700亿左右 那你光看他自己本身的 新宇航空的股票 市值就有456亿 那如果长龙这些 包含他市值大概就92亿这些 一加起来说 对于张国伟来讲 他当然是底气更足 你看哦 新宇航空在7月份的营收 是34亿多 他的年增 你光可以看得到 他比例是年增的 52.98% 创下历史新浪 但我觉得这里面 也跟疫情开了之后呢 大家开始要旅游或干嘛的 航运业都会往上涨嘛 但你回来看他前7个月的营收 居然年增60% 将近63左右啊 所以他本身的底气很足的时候 如果再把这个再拉进来 他当然讲话会更大声啊 所以这个拼的是几点 肯定当然也有实质的资金的益助 但是你来看哦 我画起来这一行 光7月的营收 197亿 今将近198亿 就比他140亿的父亲的遗产入贷 还要多 换句话说 他讲过一句话 我新宇亮亮呛呛 我再也不会重复的亏损了 他说亏损是最后一次 哎呦 看起来真有底气啊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 因为你看了哦 新宇航空在8月16号 就明天的这个时间而已 他台北飞西雅图要直接开航 而且呢 四架航空公司每家 每个礼拜有25班的这样一个飞机的这个往返 为什么 他看到了西雅图 我们之前在节目说过 里面中转客的这个商机真的太大了 你知道吗 怎么有这么巧的事情 今天我们在讨论 他8年缠送遗场官司 终于三审定案 获胜了 明天 他的西雅图首飞 他自己飞吗 当然啊 你想想看 这会不会是 他变成是一个大理人 你知道吗 可是呢 你要这个守航 这个西雅图 说实话 这个之前都已经要先谈过 可能他也没办法预期这个官司 到底什么时候会有这个 怎么时间点这么刚好 所以我就讲 那很多的巧合加在一起 但是有一件事情不是巧合 因为现在讲说 K董啊 守航是件大事啊 他说呢 他要自己开飞机 他本身有这个飞行员的 这个驾驶执照 他居然讲说 我要直飞西雅图 8月16号的这个守航航班 而且呢 8月19号返台的时候 也是我亲自开飞机啊 所以 我今天8月16号如果挤不到的话 看能不能再去挤回来 至少飞一趟让他广播 听那个声音他也很爽 我们什么时候看过 哪家航空公司的老板 然后坐在那边帮你开飞机 从以前到现在都只有他 甚至他去买的飞机 回到国内 好多时候都是他自己 把他给飞回来的 人就我问你 你刚刚提到了 抢飞西雅图 守飞西雅图 抢中转客 这个商机到底多大 你看到 长荣 你看到了 华航 连西宇 都要抢飞这一块 他商机很大吗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商机几乎都是针对国内的中转客 因为你看哦 桃圈机场 在2023年的这个转机的客 的这个客数啊 居然有626万人次 那占整个桃園机场啊 这个来这个所谓的过境啊 或什么占比将近17 8左右 而且你可以看到 在北美衔接东南亚的部分 为什么锁定西雅图 他居然有258万人次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现在北美航线啊 跟之前疫情的时候 大家会讲说疫情不好 所以你现在涨是真的 可是如果你拿他跟疫情前相比的时候 他其实也已经比那个数字来得更大了 所以呢 如果桃机啊 接下来实施所谓的一站式的这种所谓保安的时候 也就是你只要这边啊 大家在减少这个进出关啊 或干嘛的中转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还可以减下一个小时的航程 所以中转客当然会觉得说 我可能不见得在台湾这边进来 但是我只要在台湾这边中转来 我最少多出一个小时 可以空闲的时间啊 最后人均告诉我们 这一起缠送八年的官司 能够胜诉到后来 我们在判决书赫然发现了 张荣发在里面埋了三个机关 终于让小儿子可以胜诉 我就问了 他们的父子关系是怎么样的交流呢 你记不记得之前啊 他的这个所谓新宇航空啊 这边要开航的时候 你看他上面写什么 爸 我的新公司今天开航 你有高兴吗 我们会加油啦 你放心 他自己还讲说要用台语来发音 而且还放上这样一个照片啊 所以大家就发现到 他虽然在当时 离开所谓的藏龙自行壮业 好像对他的父亲啊 念念不忘啊 甚至你看哦 星宇航空在发布 首航篇的这个广告里面 到最后的时候 通常都会是董事长 站在那个地方 跟大家讲说 哇 我们会永远跟你 跟乘客同在 给你最好的服务 结果不是哦 你看他最后的片尾九个字 居然是 创办人跟董事长张国伟说什么 特别感谢张荣发先生啊 等一下回来我们告诉大家 中东背水一战了 以哈和谈谈崩之后 伊朗的核战边缘一触即发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我们俊向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